前面我們主要講了兩題,剛剛還記得吧 其實這一題,這邊記得要啟用內容 而且因為這個是2003以前的版本 所以它的副檔名是什麼?XLS 副檔名有沒有 那這個如果說後面有一個第二個練習檔是那個什麼呢 那個我們是151嘛 那如果是2007以後,如果你們現在用了新版的話 記得要存檔存成什麼?XLSM 也是啟用聚集的活躍 也不論你存錯的話,特別注意 你的那個VBA就會全部消失了 也就是說你即便做了,那你存錯檔裡面就沒有任何東西 那如果你講假如你將來 你們的那個其中報告 假如存錯檔交給我的話,沒有程式 即便你有做 那可能你也只有一半的分數吧 所以要特別注意,不要存錯檔案 當然我們開啟檔案 那如果這個沒有程式是XLSX XLOK 這兩個檔案格式是Excel什麼?Excel的2007以後的版本才是這樣子的新 那如果是以前,像更早之前 2003啦,不過我不知道你們現在電腦裡面有沒有這個2003以前的版本 比如說你們家還有老電腦的話 那有可能關的是Excel2003以前 那可能就是存這個檔案格式 他就沒有分兩個啦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之前一直到目前為止 交了兩個範例 這兩個範例有什麼樣的特色? 我想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有沒有發現 這個 第一個範例就是什麼? 我把三個欄位 變成一個欄位 也就有點像什麼?把資料合併在一起 但是合併不是簡單合併 裡面還有氛圍什麼? 它還有一些規則 比如說把 這三欄 這個三個欄位 F到G欄的東西 前面還有一個規則性 然後最後變成一個手機的 一個格式 OK,所以第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資料的合併 OK 資料合併 第二個範例的話 它的這個 有沒有 特別是跟前面不一樣什麼? 這個是什麼?資料的分割 也就是把資料裡面 那個 就是 我們要的部分呢 把它分割出來 OK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你們可以做一些練習 就是說 你們去找相關範例 要不就是把 資料怎麼樣 做分割 要不就像這個是資料分割出來 我要的部分把它分割出來 要不就是把資料合併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欄位 然後我希望你們做三種形式 一個是 你用函數 所以將來我希望有 工作表有三個 一個是用函數 也就是說我們像這個翻譯好了 第一個是什麼? 我們要利用 這是 米的 fine跟ifl 有沒有 做出什麼? 做出我們的那個 這個效果出來 OK 所以第一個有沒有 用了三個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用聚集錄製 這個其實 清除按下去 按下去 它又出來 其實說實際上 這裡面其實也沒做什麼動作 只是說 把這一些動作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我們裡面的那個 其他命令 那個把制定功能區 這個開發人員叫出來 有沒有 錄製 聚集 錄完之後 產生按鈕 所以聚集部分 第三個的話呢 vba 那vba 的話就是 我不是 用什麼 用錄製的方法 產生vba程式 而是我自己撰寫 當然有兩種形式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就是 把這個東西寫成 就是輸出公式 有沒有 就一個回圈加 丟公式 丟公式 我講過了 如果有雙引號變兩個 另外有裂號變成I 這個其實就是 上個禮拜講的重點 有沒有 我影片也有錄下來 我有放在polo上 如果你有些細節講 我說 還是不是很清楚 因為像這種東西 程式部分說真的 聽一次就懂了 除非你是真的很天才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可能 還是需要反覆 再去了解 那我影片有錄下來 如果細節 你不太了解 你可以再看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清楚 OK 再來就是什麼 丟出來的東西 不是一個公式 而是直接 怎麼樣 直接把 之前的那個 什麼 切割 本來是用fine函數 fine 然後呢 但是vba裡面 他不叫fine 他用另外一個 叫instreet 有沒有 instreet其實跟fine很像啦 也是去找什麼關鍵字 找前刮弧 找後刮弧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等於A有沒有 一個等於B啦 就是說找到前刮弧的位置 找到後刮弧的位置 然後再一樣用mid 切割嘛 MID 把它切割出來 但是如果說 裡面有什麼 有出現沒有前刮弧的狀況 或沒有後刮弧狀況的話 那應該跳過去 所以會有一幅的邏輯判斷 這個敘述方法跟函數蠻像的 那只是說要怎麼轉換 那我是希望 你們的那個其中報告 就是自己第一個 找一個範例 那那個範例哪邊找呢 其實要你從 生活裡面 或者網路上找都可以 就是你資料不要一樣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做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要長這樣子 1 2 3 3個東西 然後 就把它存檔 這就是你們的其中報告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說你假設 實在不知道去哪邊找的話 給各位幾個方向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個叫 字串切割的範例 有沒有這邊還有個範例 如果你實在找不到的話 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裡面的 像這個也是之前的同學 提的範 範例 他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中國阿湖裡面的東西 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看到 所以每一個 儲存格裡面都有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超連結啦 或者甚至什麼 他可以 就是把這個 有沒有這邊有個中國阿湖 中國阿湖到中國阿湖 到哪裡到這裡 那要把這個東西搬到這邊來 那以前如果說你要手動的話 你變成你 把它點兩下 然後把它選起來 Ctrl C Ctrl V 有沒有這邊點兩下 C Ctrl C C Ctrl V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上班的時候說真的每天都這樣 C Ctrl 那如果這邊 假設 我看不知道資料量多少 C Ctrl向下 這邊有六百多個 OK 那你要做六百多次 但是如果你懂得會利用什麼 之前我們講過那個公式的話 有沒有用fine 先找什麼 找這個錢瓜糊的位置 在 fine後面刮 然後用 MID函數把它切割到這邊來的話 那不就很快就做完了 好 他一樣可以把這個做成 聚集錄製 然後再寫成VBA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範例 如果你現在找不到的話 你可以用 這個範例來做吧 或者你找類似的 的這個相關範例 或者是說還有什麼 網路上其實有太 太多的 如果你們要找的話 其實你可以打一個關鍵字 叫開放資料 這個開放資料 現在網路上一大堆 這個開放資料其實就是 開放政府 比如說像什麼 桃園市政府有開放資料 中央有中央的開放資料 然後高雄市有 高雄市的開放資料 那其中的話 政府的 那我是建議 你們可以找 我比較常找是台北市的 比如說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那台北市 它有個台北市的開放資料大平台 那裡面的話特別注意 你可以從 這個首頁進來的話你可以搜尋 或者是你可以找所有資料集 所有資料集 特別是如果你要找相關的東西 你可以找資料格式 資料格式 請你找那個像Excel 這邊有Excel 或者是CSV 那你會發現 CSV好像佔比較多 CSV有556種 OK有這麼多種 可以讓你練習 那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找這個的話 那你就選它 按個篩選 它就幫你把這些 統統列出來 裡面有有關什麼 相關的 其中有關什麼娛樂 零售市場行情等等的 那其中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搜尋什麼 像 我想知道台北市 哪一區的 治安最好 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第二個是哪一條路的 治安最最好 哪一條路 治安最差 那這些資料 有沒有辦法在網路上知道 其實你可以 找一下這條 住宅 好像 住宅 這個 住宅有沒有 住宅什麼 竊案吧 有沒有看 住宅 竊 我看它有一些那個 住宅竊道有沒有 點的位置資訊 那你可以把它搜尋一下 這邊的話你可以找到 這個台北市的警察局 他有把 歷年來 104年1月到108年的8月 8月的話 現在108 對就今年嘛 歷年來 在這個什麼呢 在那個台北市發生的 切案 發生了 你可以找到一個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就下來了 它是一個CSE 不過你把它打開的話 它會用什麼來開呢 它會用 Excel來開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了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你把它分成 我把這幾籃先 點兩下 籃寬先把它拉寬 那比如說呢 我得到這個資料之後 我想要知道什麼 知道更進一步的訊息 包含什麼 哪一區的切到案件 最多的話 那勢必你要什麼 如果說你要統計的話 因為它給你 只有那一條 哪一個 地方發生切案 而且它不是很想 它因為有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它只是告訴你說 在幾號到幾號之間 發生 切案過 這個跟那個網路上有那個 實價登錄 現在買房子也會有實價登錄 到底是一樣 它不會給你精確的 那個地址 會擔心有那個 就是 隱私權 那可是問題 我如果想要知道哪一區的 治安最 好 治安最差的話 恐怕你第一件事情 需要分割 分割什麼呢 分割 這是哪一區 這是哪一條路 所以也許你要需要多增加兩個欄位 哪個欄位 第一個 這邊就是區 哪一區 第二個的話哪一條路 有沒有 然後你要怎麼樣 把它的區放過來 有點像分割嘛 就跟我們之前那個 分割 就是 刮虎裡面的東西一樣 把它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路的話呢 就把它放到這邊來 所以 這題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現在找不到其他題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看看 區怎麼分 其實你可以 分析一下 它好像剛剛好有一個共通性 什麼共通性呢 它的位置好像都在台北市的後面 有沒有 台北市 而且區剛好都三個字 所以其實很簡單 它剛好從第四個字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 你可以用文字裡面的什麼 文字裡面的密的 還記得吧 從第幾個字 我要字在這裡 然後從第幾個字 剛好在第四個字開始 區的話有幾個字 一定三個字嘛 中山區 中正區 萬華區 有沒有 松山區 內湖區 一定三個字嘛 有什麼 應該沒有兩個字 或是四個字了 沒有 所以三個字 好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全部做完了 OK 有沒有 再來的話呢 哪一條路 哪一條路就比較麻煩了 哪一條路的話 它有沒有 有個固定規則 它基本上會在區的後面 跟路的 前面 有沒有 而且 這有點像前刮戶跟後刮戶的概念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 你可以一樣 用那個什麼插入那個fine函數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很多地方 如果你要塗髮煉鋼 以前 如果你不會用fine函數跟蜜的函數 你變成你要塗髮煉鋼 慢慢貼 慢慢貼 貼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把東西給做完 效率太差了 第二個的話你累死了啦 但是我跟各位講 現在真的職場上很多人不會這些東西 那不會這些東西 他怎麼把資料變出 我跟各位講 真的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 就是塗髮煉鋼 我真的看到我都覺得 為什麼不會這些東西呢 那 你們的優勢就是說 你們會比你們上一代 就是 也許你們父母親那一代啦 真的很多人不會 所以你也去 如果 或者你也可以跟你父母親說 你那邊也沒有什麼 相關的範例可不可以提供 我幫你看看 或者你也可以拿你父母親 或者你的 就是你的長輩 他有範例來做練習 OK 那比如說我這 這一題一樣 我要fine什麼 fine test在這裡 要不要更正一下 應該是fine區 先fine哪一個 fine區的這個 所以這邊打一個區 對不對 我從區這個字的後一個字 加一就好了 然後呢 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 他找到第六個字 有沒有 台北市中山區 找到了 那應該從第七個字 從新開始 到路 所以呢我們 一先找區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是吧 再插入一次 做什麼 其實就可以跟之前一樣 mid 這也是上個禮拜做過的 然後把 Test高插這裡 從第幾個字呢 找到區的後一個字 加1 為什麼因為 台北市中山區不要 要從新開始 到哪一個字呢 到 找到路那個字 所以這個 把區 貼上有沒有 再改成路 因為他基本上都是哪一條路 路 減掉什麼呢 區的那個位置 不用再減1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 路 這個字要 之前是後刮湖 會再多一個字 所以減1 四個字剛好 新生北路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把它向下填 看一下 OK呢 有錯誤 有錯誤怎麼辦 我看一下哪個地方有錯誤 他是接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他是 路的話 就用路 如果是接的話 所以 這有錯誤的話 通常都是什麼 你可以分析一下 都是跟接有關 所以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接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所以也是利用之前的方法 把它解下來 然後再插入什麼 插入像之前用那個邏輯判斷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if there 貼上有沒有 如果它表示是接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公式 再貼過來 改一個把裡面的這個路 有沒有 改成接就好了 改成接 幫我找一下接 不是路就接啦 OK 那試試看 因為這個是 這個新生北路有路 所以就不需要用接 像這個就是用接 我們按確定看看 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 全部都找完了 有沒有 理論上 還有錯 還有錯就 大道 那怎麼辦 再想辦法 這個就是你們要去解決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市民大道的那個道 除了市民大道還有沒有 有的話 這個應該也是 市民大道 如果還有錯誤的話呢 你就再去做 我去判斷 大概是這樣啦 再來 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做 統計分析 最後 哪一個區 治安 最好的話 其實最后 我教各位啦 你可以利用插入 裡面也不知道 樞紐分析表 這個樞紐分析表 很快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樞紐分析表 哪一區的治安 最好 或最不好 你可以把區 區拉到列 區拉到值的話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這邊就幫我統計好了 那哪一區的治安最好 其實 怎麼有三重市這東西 三重市應該不 三重市新北吧 OK 這個公務員 怠惰 這個可能沒有把資料弄好 OK 再來的話 你會把它排序 游標放在這邊 你可以把資料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排序 排序的話 就是Z到A Z到A的話 就是大到小 所以你會發現 失切案件最高的 在哪裡呢 在中山區 其次就是什麼 北投區 士林區 萬華區 這些其實就偏北 偏那個偏北跟 偏西 就是比較像萬華是老舊 老舊社區 大家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未來當然 你就把這個做完之後 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些做完之後 第一個我希望看到就是 那個用函數 然後再來用什麼 用再增加一個 把它變成 聚集 再來就是思考用VBA 大概是這樣啦 可以從什麼呢 幾個方向 要不你實在找不到 你就內部這邊我提供的範例 要不就是說你可以 利用什麼 我剛剛講的 就是像台北市裡面這邊 可以找什麼 住宅 竊點 它叫什麼 住宅 住宅的竊點 竊點 其實大概打一個竊 竊道 竊道 你只要打住宅竊道 這邊按搜尋就可以了 就可以找到我剛剛這個範例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除了這個範例之外 也可以找其他的部分 做出來的話呢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 123 就長這樣子 OK應該沒問題吧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123 OK 如果你覺得太難 你找簡單的沒有關係 裡面有很多 像剛剛那一題覺得 太難了啦 你去 沒關係你可以找 簡單一點的 OK就是刮虎 也許你可以自己下去找有沒有類似有刮虎的資料 這太多了吧 OK 你可以從那個 我的範例 還有 開放資料 或者網路上也可以 網路你想要下載貼上是一個表格就可以了 如果貼這要貼成一個詞 或者你跟你們的父母親長輩 跟他要看看有沒有資料 他們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你可以幫他們 做一些 解決啦 OK 這樣應該可以吧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最後 因為我 我要知道一下你們的那個 就是 整個過程啦 所以你最後在 把你的過程稍微交代一下 稍微 打一些 心得 打在 就是你做這個的心得 把它打在一個握的檔裡面 OK 字數不用太多 重點告訴我一下就好了 OK應該 懂我意思吧 比如說你第一個 你為什麼找到這個資料 OK 來源 是從哪邊來的 交代一下 比如說 你是從網路上抓到的 OK 為什麼會找這個 因為你覺得這個難度適中 OK 第二個你怎麼解決的 你函數 你用了哪些函數 OK 可以大家交代一下 最後心得跟我講一下說 老師這實在是太困難了 我花了至少整整 三天三夜沒睡覺 終於把它做出來了 雖然很辛苦 但是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諸如此類 OK 打在握的檔 握的檔 對一個 所以最後的話其中報告就給我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一個 一色有檔 一個就是給我一個握的檔 握的檔的字數沒有限制 但是就是講重點就好了 你不要拉拉拉拉拉拉 我不希望 之前像之前我是 請那個 你們學長姐寫報告 不過很多他們都是參考網路資料嘛 複製貼上 版面很多 但是實際上 都是別人的 我是希望都是你們的 每一個字 你就把你最重要的心得 告訴我就可以了 講重點就可以 OK 應該沒問題吧 好 這樣有問題嗎 沒有 腳腳的時間記得 是在下個禮拜 的 禮拜四 的12點以前 也就是說到禮拜 五 就是禮拜五凌晨為止 如果你超過凌晨就是算遲交了 OK 應該懂那意思吧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要趕快提出來 蛤 沒有我只是去 蛤